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此被称之为全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 2005年8月24号 陈州市中级联名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 以李淑彪犯贪污 挪用公款赌博罪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后 李淑彪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湖南省高级联名法院于同年9月立案受理 对被告人李淑彪的死刑判决 湖南省高级联名法院将依法 报请最高联名法院核准 本集中 李淑彪不服一审判决